猫吐出的黄色水样泡沫 一般是胆汁混合的胃酸和唾液 主要考虑多种因素刺激胃部 进而引起呕吐等症状 常见的病因包括食物刺激 猫温热 肠道冠状病毒感染 极细细菌性肠胃炎 毛球阻塞 肠道梗阻等 其次猫咪泌尿系统疾病导致 例如自发性膀胱炎 尿道结石等 导致猫咪无法排尿 引起肾脏功能衰竭 呕吐不吃东西 再者猫咪胆管阻塞 胆管扩张 胆囊炎或者是三体炎等 也会造成猫咪呕吐黄水泡沫 所以猫咪出现呕吐黄水的症状 还是比较建议主人在第一时间 将猫咪送往宠物医院 进行检查和治疗 猫咪越早得到有效治疗 一般愈后会越好